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态势都与治安行动有关 因为战争的范围和广度几乎影响到了行星的每个角落 所以很多社会服务都被打破了 剩下的人口只是开始时的40亿人中的大约三分之一 在剩下的人口中 他们的福利 供给 食物 住房 照顾家人都完全依赖于政府机构 因此 我们任务结构的一部分要求我们采取治安行动或公务员制度 因此 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 帮助他们建立这种关系 阴谋集团的部分计划是让他们尽快建立科技文明 因为人工智能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加速科技进步 这几乎就是模板 我想说的是 他们在宇宙到处都在做 甚至超出你所经历的 甚至超出了我的经历 你做这份工作多久了 我在卡利多斯三号的重建工作中又干了几年 然后你终于结束了你的服务 我的部署到此结束 他们做什么 走到你面前说 嘿 辛苦了 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他们对我还没完 他们认为我在多个星球上的部署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 对继续开展工作非常宝贵 他们需要我在训练团工作 于是 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下一个任期 我被送回了太阳系 在SSP服役的剩余几年里 我一直担任训练员 战术和武器 战术 武器 新来的人和我曾经经历的一模一样 很多人都来训练 一年大约有五千个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 他们是志愿者吗 或者违背自己意愿的 他们都是志愿者 我在培训中帮助的所有人都是志愿者 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服役或军事有关 无论是海军 海军陆战队 空军还是陆军 来自各个国家 你做这个多久了 我做了将近五年 那真是一次冒险 在经历了战斗和战争之后 做这项工作可能是一种解脱 那是一把双刃剑 这是值得的 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担忧 因为大约在那个时候 我开始把很多拼图拼在一起 得到一个完整的画面 一个更好的画面 真相是什么 我们在你的叙述中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是你在南太平洋度过的时光 对吧 至少要谈谈这一点很重要 让我们谈谈吧 那么发生了什么 你的职业生涯早期是如何到达南太平洋的 当然 我们在FIG 印第安城堡侠地下基地接受的训练 包括两项任务 第一次是去南极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必须单独使用我们的直觉共鸣能力来导航回基地 第二个是相似的 只是它不在南极州 那是在南太平洋 印度洋安和尼科巴群岛的海岸线上有一些大型的岩石结构 这些基本上是岩柱体的岛屿 上面长满了绿色的草 还有一些树木 它们的结构非常漂亮 有一个区域 我还没有找到它 但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区域 我们被送到了其中一个的顶部 同样 这是一次个人练习 我们依靠直觉导航回到我们的基地 他们目的是希望我们 第一 对这些能力充满信心 你知道 他们把我们培养到了必须测试的地步 他们发现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放开一个人 再说一遍 找到你回去的路 穿过丛林 还是什么 这有点不同 他们教给我们和我们训练的反重力战术的一部分 涉及使用这些可变形的滑翔机 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它们是单独的滑翔机 我们有单独的反重力包 它们受到电池的限制 所以你不必使用全脉冲驱动 你可以把它当作间歇性的 把你带到你需要去的地方 然后利用滑翔机的自然空气动力学 悬挂滑翔机 是的 所以你用重力来提升 然后用空气动力学来绕飞 它们把我们送到这些柱子的顶部 其中一些高出水面数百英尺 所以我们有一个自然的跳伞点来升空 所以我们不必使用背包的反重力脉冲来让我们升空 因此 所以一旦你升空了 你就会试着找到新的热空气来保持在空中 这样你就可以尽可能地节省背包电力 那就是训练 就是要努力保持在高空 待在空中 直指目标 我发现离基地大约五百英里远 基地是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 你不知道 没有线索 所以你必须使用你的直觉能力来说 好吧 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方向 感觉是对的 这就是我要走的路 所以你必须使用它们给你的有限工具来导航 滑翔机改装了 上面有福字 所以如果你沉入水中 你可以机械地把它改装成一艘小帆船 因为你知道 翅膀是纤维的 所以很容易变成帆船 你回来了吗 显然 你做到了 我回来了 我花了大约12天的时间 纳米强化技术可以让你保存能量 还可以让你不用经常进食 我们随身携带水 所以我们不会缺水 水是单独配给的 这样你才能在旅途中活下来 我还提供了部分服务 因为我是一名工程师 接受过工程师的常规培训 有一次 我被叫到俄罗斯基地 帮助他们修理从某处缴获的地面车辆上的先进推进系统 我以前从未见过他 这是俄罗斯在太空还是在地球上的基地 他们在地球上的一个基地 告诉我你去的俄罗斯基地的情况 我去的俄罗斯基地是在这个星球上的某个热带地区 我不相信是在俄罗斯本土 根据天气 温度和湿度 他是在热带地区的某个地方 这是在你当教练员的时候吗 是的 工程技能 我运用了我的工程技能 你在看什么 那是一辆地面飞车 它有轮子 但动力装置是我从未见过或体验过的 所以他们想让我帮忙评估它是什么 以及它是如何运行的 这辆车的一部分 我想大约三分之一已经被毁坏 他们不肯告诉我这是什么 我也没问 但有一部分不见了 剩下部分足够做一些逆向工程和工作了 他们为什么认为你能帮忙 因为我的工程背景 以及我在多个行星上的经验 对 和我想的一样 你可能见过这些飞行器 我怀疑可能是其他事在另一个星球的战绩 而我并没有去过 俄罗斯SSP与阴谋集团SSP有关联吗 还是他们都一样 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为德国的火星计划贡献了士兵 因为任何想要参与或能够使用月球行动指挥部的国家都必须为这项工作贡献士兵 这就是代价 那么从那以后到退出之前 还有其他冒险经历吗 还有一次 我在地球外参加一个会议 我乘坐空军的SSP星际飞船前往那里 和我在一起的大多数人都是空军SSP人员 我在那里学习先进的物理知识 以及一些最新最伟大的新技术 在这艘船上是什么感觉 那是一艘了不起的船 它是航天飞机和B2野型飞机的混合体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类比 所以它有翅膀 它在大气层内使用反重力推进系统 不过它本身并不依赖于机翼的胜利 我认为 它们使用机翼的形状更多的是为了虚假信息 同时也是为了增加空间 这样整个飞行器或多或少就是一个大机翼 内部空间很大 所以这是两者的结合 它是反重力飞行器 但它们装上了翅膀 误导大众它是飞机 没错 它们肯定经常这样做 它们经常这样做 以保持虚假信息的传播 很有趣 你甚至可以用火箭和导弹来做到这一点 当然 从你的头上飞过 你以为是一架飞机 你是怎么结束的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为SSP做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在51区的一个设施里进行了外置处理 那是我第一次返回地球 我在那里重新适应了几天 然后被转移到美国东北部的一个海军基地 那里有所有的医疗程序 它们举行了退役仪式 我得到了临时介生 因为我参加的SSP项目中 地球士兵的军衔都不能超过少校 除了医疗领域之外 它们需要医生 它们需要医生 但对其他人来说 无论你获得了多少荣誉或表现如何 你都无法超过少校 那你最后去了哪里 在我从德国SSP退役后 回到地球的退休仪式上 给我一个临时中校 又是另一个谎言 我想我们会更多地涉足这些领域 把谎言摆在面前 让它们难堪 它们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嘲笑你 当然 想想就觉得有点丢脸 当然 所以给了你一个小小的仪式 你可能需要签署文件 哦 当然 它们没有放过虚假信息的任何一部分 这是你的近身文件 请拿好了 当然 它们都没有通过过度审核 只是演戏 然后呢 你去了一个地方 在那里 它们做了一个邪恶的行为 让你回到你之前的二十年 是的 那是什么感觉 它们首先要做的是 让我们经历一个持续约十四天的紧张的医疗过程 医疗程序是如此的侵入性 以至于它们有你住的地方 就在你病房门外 因为那里还有其他人和我一样接受手术 就在门外是医学实验室的入口 因此 这个过程类似于经历剧烈的化疗 它会让你精疲力竭 生病 我不太记得那段时间的事了 因为我在过程中磕了很多药 而且病得很重 它们让你半醒半睡 目的也是为了防止你喊疼或抗拒治疗 因为你必须承受身体上的强烈不适 它们一直给你注射液体麻痹之类的东西 我想是类似的 这太可怕了 它们让你吸毒长眼 所以你也可能对麻痹上瘾 还有各种可怕的事情 还有各种可怕的东西 不知道还有什么 除去所有纳米虫 清理整个系统 将身体重新设置到它们将你从最初的时间线 带到SSP的位置 这是一个精神和心理的过程 它们的目的就是重置一切 消除一切可以证明你在SSP的证据 那么在这段恐怖的时间之后 你又回到了20年前 20年前的感冒 单位里没有其他人感冒 我没有感冒 所以你从来没有生病过 除了那一次 从来没有生病过 然后你在地球上醒来时感冒了 是的 你当时24岁 是的 那之后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你受到了明显的震撼 就这样继续生活 回来后 我的情绪受到了难以置信的影响 我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 我的意思是 我经历了很多事情 我试图找到一个常规的或想而易见的答案 什么 为什么 你去和医生交谈 你去完成这个过程 最后 我把那段日子抛在脑后 继续过我的余生 然后记忆终于开始回来了吗 我开始有回忆了 其初 他们只是 哇 那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梦 或者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倾向 想要更多地理解这一点 为什么我想得到这个答案 为什么我觉得这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所以这是一个20年的过程 你有没有遇到过任何 你认为可能一直在监视你的人 当然有 当我的记忆开始慢慢恢复的时候 我对我在武德堡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人监视我 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记得有人来我的宿舍找我 我无法解释这一切 所以这是在你这次20年返回后的服役期间 没错 在此期间你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被跟踪 被监视 有人来找我 他们会来我的住处看望我 所以他们在基地 所以他们一定有权限 必须有通行证才能到达那里 但你知道 这些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出现在你家门口 当时我唯一的记忆是 好吧 我来这里接受军官的基本训练 所以你知道 任何人出现在你的门口 都会闪着徽章 让你做他们需要你做的事 他们来访后使用了思维擦处 我记不起他们在那里是为了什么 只是闪现出他们在那里和出现的画面 这些人 这些黑衣人 有没有可能来自空军特别调查局的 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我从谣言工厂听说是空军特别调查局在做黑衣人的事 我不会怀疑 我想他们可能有很多掩护来进行邪恶的活动 在你退伍后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在监视你 我记得后来回到平民生活 仍然看到奇怪的皇冠维多利亚轿车跟在我后面或尾随我 当我停下来看他或接近车时 他们就会离开 最终到了我不再看到他们的地步 我认为这是一种观察 以确保他们使用的封面故事是有效的 对我来说确实如此 那之后你的工作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有人帮助你 在那些地方工作 这样方便他们监视你 有可能是这样的 然而我离开后真的很艰难 因为我想他们是想让我在地球上完成军事生涯的 但是我刚到那儿 突然间我不想参与其中 没门 我受够了 你想退出 我想退出 那你出来的时候找到工作了吗 我找了很久 但还是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你想去的领域 在我想从事的工程领域 回忆开始回来了 现在你来这里了 没错 我能理解的一件事是 他们花了那么多钱 让你经历了二十年返回的折磨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你除掉呢 当然 为什么不把我们留在一个荒芜人烟的星球上呢 那你就不是问题了 因为现在你有机会找回你的记忆 所以他们要处理它 向我解释一下 当然 部分原因是 他们用于年龄回归的技术 是由一个外星种族提供的 他们签署的协议 他们同意的合同 要求他们尽其所能 将每一位技术接受者 送回最初的出发地 也就是他们被带走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必须了解的是 这些组织 秘密太空计划 及其所有附属机构 他们不仅与外星人签订了合同 而且在他们之间也有一套规则 他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对吧 没错 即使是黑手党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SSP项目也不例外 他们有可以一直绕过的边界 但他们必须保持在这些边界内 就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而言 所有的东西都要签字吗 不同派别之间不断有文件往来 是这样吗 他们有书面记录 数字记录 这是一个他们的跟踪方法 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 你知道 我们在初始培训中 必须经历的一件事 就是供应系统 其中包括如何订购新物资 如何获得 如果你被部署了 又该如何送达 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把物资从太空或航天飞机上投递给你 或者从其他单位带来 或移交给你 所以没错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每样记录都有一颗纳米粒子 是谁给了我们20年返回技术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我的理解是 这项技术最初是给火星德国人的 作为他们技术转让协议的一部分 尽管他们提供了一些东西作为交换 但他们仍然有必须遵守的规则 这是Rohan说的吗 与他们进行交易的外星种族 我怀疑是北欧人之一 Rohan从没说过这个 这只是我的怀疑之一 所以 德国人也从一个外星团体那里获得了 思维擦除技术 可能是北欧人 不我怀疑这项特殊技术来自德拉克 通过他们的一项协助开发 你对思维擦除技术是如何工作的 有什么假设吗 我知道这种编程 因为他们是这么称呼它的 这种分段的 区隔的编程方式 可以让他们有选择的 给他们需要的目标 用语言 用任务目标 用区隔的秘密和信息来编程 他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它来区隔人群 让人们处于黑暗之中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 这个过程是药物的结合 我知道最初他们使用的药物 只有大约90%的成功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能够根据药物和技术的组合 将其降低到1%至3%的失败率 根据我对此场的了解 以及使用过多种不同类型武器系统 并亲眼目睹他们如何运作的经验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场 以及擦脑技术发出的波 都是基于能量的 会影响大脑的电气系统 至于在哪里 以及如何进行医学治疗 我就不得而知了 你知道 初始训练的部分流程 是建立心理和医学基线 但他们建立的心理基线 是建立在如何使用思维 抹除技术的基础上 以达到最佳和最有效的思想抹除效果 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不是来了就说好吧 让我给某人重新编程 这需要一点时间 即使有了先进的技术 他们也必须建立基线 现在他们可以偷偷摸摸地做到这一点 而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正在获取基线的想法 他们会找人来问你一连串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能唤起你某段记忆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可以远程识别 从而控制或瞄准它 所以他们通过观察回忆来检查大脑擦除是否有效 然后他们找到了必须擦除的地方 是的 大约25年前 沃尔特·鲍亚特写了一本名为《精神控制操作》的书 他谈到了这一发现 GMK改变了人们 编程的效果实际上只持续了大约20年 因此 大多数步入40多岁的人都会开始回忆起这些记忆 事实上 这始于1985年左右 当时20年返回事件开始发生 这意味着这些人可能在60年代就被清除了记忆 作为体验者 你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吗 大约在20年后 原始记忆开始恢复连贯性还是什么原因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我认为其中一些与个人进步有关 个人的精神进步 以及人权意识的变化 一般来说 从40岁左右开始 你就会开始经历 许多地方所说的中年危机 或许你经历了 然后改变了主意 人们对自己的死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他们认识的人死了 家人和朋友开始去世 因此 我认为在我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 我个人的精神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地球正在经历的场也对其产生了影响 地球上人们不断变化的意识也有影响 任何事情都不能归咎于某一件事 我认为记忆恢复的方式和程度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你从20年返回的时候 你有任何身体症状吗 还是你和正常人一样 他们提供给我的所有增强功能都被删除了 所有的纳米都被移除了 当我回来的时候 就好像我带着五天的宿醉和重感冒回来了 我感觉很糟糕 我全身疼痛 没有任何增强功能 我又恢复了完全一样的身材 体重 脂肪含量 你能想到的 一切 我离开时的一切 他们都绘制出来 写下来或记录在某个地方 所以他们很清楚需要把我带回到什么状态 取出过程的一部分 还包括确保生物节律与周期相匹配 所以那天我被送回了我测试的地方 而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说过的那些规则的一部分 就是把我送回我被带走的地方 并以各种方式把我送回尽可能原始的地方 你是我能接触到的少数几个去过五十一区的人之一 那里是什么样的 他们在五十一区给我们做的出境处理 没有提供旅游服务 我在那里只是中途停留 他们确保密切监视 当然 我对此很感兴趣 我知道这个地区是怎么回事 也知道 这里的一些传说 甚至在我进入SSP之前 我知道那是一个秘密基地 他们进行了大量机密研究 我就快节约了 我可不想搞砸了 我看到的设施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 或者说是类似的建筑 大楼 红砖 飞机跑道 我所在的个人宿舍 基本上就是一个房间一张床 当他们在五十一区处理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被告知你不应该谈论发生的事情 五十一区的工作人员远离我 所以人们并不是在敲我的门说 嘿 你去哪里了 你做了什么 从第一天起 我们就被告知 不要告诉任何人 对方不需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 我到达五十一区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这是从第一天开始的标准操作程序 不要问你不需要知道答案的问题 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除非他们向你表明他们需要知道 在这段时间里 你的精神信仰发生了演变 我对自己的精神信仰有了更坚定的信念 并与之重新建立了联系 所以你最终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我想是的 你觉得你现在被跟踪和监视了吗 你害怕你说出来后 会招来杀身之祸吗 我要说的话 总是有可能让某些人感到不安 或者打乱某些计划 或者让已经发生的事情曝光 我在这里的全部目的是 帮助披露的过程 演变 当然 如果我不关心自己或家人的安全 我就不是人 然而 我想说的是 就人们监视我或照顾而言 我目前并不感到威胁 我一直努力保持对环境的积极控制 并注意我在哪里 我在做什么 我和谁交谈 以及我在经历什么 我绝不是刀枪不入 但你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保护这些东西 我当然会做这些事情 嗯 我想你会没事的 我知道我会的 有你上节目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邀请我 再说一遍 一切都是为了披露 我一定要接受 我的领先 我都有 我 感谢观看